字幕志愿者 李牧师 如果有人问我 李牧师 你认为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什么 我就会说 最有意义的工作 就是做传道人来服事实 听我的人这样说 他一定会这样反应 当然了 你卖花赚花香 你觉得这样好 我认为也不是卖花赚花香 我可以证明 真是侍奉人 神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今天用短短时间 和各位分享 有关于侍奉神 最要紧一件事 我们服事神的人 要清楚神的呼召 要清楚神的呼召 我知道神呼召 每个人的责任不同 他的职业不同 不是说你不做传道人就不好 这件事 但我相信 神在万人当中 拣选一些人 做他的仆人来施奉 我被神拣选 施奉神已经47年了 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我说到这件事 或者你会觉得 当然你做这件事 你觉得好 但是有没有问题呢 我首先告诉大家 做传道 做神的仆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有很多困难 我说出几样的困难给你 有时我们信心不够会软弱 做传道会受很多的攻击 受撒旦的攻击 他不想我们做这么荣耀的事工 在教会里服侍 受很多人批评 如果你是普通上班上班的人 和公司来工作 你可能只有一个老板 但是在教会里 差不多每一个会友 都是你的老板 所以你应付的人非常多 这件事相当困难 第二件事 就是你在教会 来侍奉的时候 需要很多的时间 不是说一个星期五日上班 上班 甚至一个星期七日 24小时都要上班 因为教会里头 有各种不同的需要 有时有些人很紧急 半夜打电话给你 你不能够不去帮助 所以这个时间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有家庭 儿女就时时会发怨言 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一样是怎样呢 普通传道人 身水不是多少 你如果想要身水高 做传道不是这一行 所以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做传道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保罗对这个年轻的熟龄的儿子 提摩泰有这样的劝告 在提摩泰后书的第四章 他劝告提摩泰这个青年的传道人 他说 没有要传道 无论得时与不得时 总要专心 用百般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所以 我们没有要传道 如果你知道 神是拣选你做这个工作 无论得时 环境怎样好 怎样坏 我们都要尽心传福音 来教导别人 在下面 还有一节圣经 《提摩泰后书》第四章 他说第五节 他说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作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 神呼召我们 我们就一去不回头 我们专心来服侍主 来讨祂的喜悦 如果我们这样做法 耶稣曾经在约翰十二章 跟他的门徒说过 若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他 你看看这个工作 何等宝贵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 来尊重我们 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尊重呢 就是服侍神的人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得见 做传道人 不是没有困难 是有困难 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应许 我们有一天 会得一个荣耀的冠冕 会得一个生命的冠冕 因为我们如果忠心侍奉 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过去的年日当中 我发觉真是侍奉主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我早年年轻的时候 在香港读完师范 做过教师 我很喜欢教书 但是神的旨意 不只是叫我做教师 他另有一个想法 去到美国之后 我看到做传道人 身水非常少 我便很羡慕当时做工程师的人 特别是做化学工程师的人 我便读化工 但是很奇妙 当我读化工的时候